通船会NCC针对了禁电室诸多的争议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就在昨天排审了禁电室的董监事 变更还有频道上架这两个案子 结果引爆的是在野党的不满 时代力量跟国民党团 昨天一大早就到了NCC门口去踢馆 国民党团最后还冲进了NCC大楼 在陈耀祥办公室的门口静坐 拉高抗争的强度瘫痪审查 国民党团呢在中午大约是1点15分撤离之后 NCC改成用视讯的方式举行委员会 但是最后呢 以禁电室的董事长郑优未到会 陈述作为理由 决一择日再审这两个案子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就是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普瑞者 在美国时间2号的时候提到 大陆应该要正视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 多数人民也没有打算宣布台独 接受维持现状虽然并不是完美 但是比其他的选项都来得好 普瑞哲他也指出了 美国过去曾经相信跟中国全方面的合作 能够稳定印太地区的和平 但是面对过去10年的国际情势改变之下 美国不会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保留 好另外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美国的联准会在美东时间 已经对外宣布要升息一码了 联邦资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现在来到了5%到5.25%符合外界的预期 这已经是FED从去年3月份以来连续第10次的升息 把利率提升到2007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准 同时呢 FED已经暗示了接下来将会暂停升息 好不过说到了经济说到了景气 我们就告诉大家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GDP年减3.02% 全年保二现在已经出现变数了 主记长朱泽民表示 目前情况还算可以 但是还是要看出口的表现 缓步回温应该会落在第三季 国发会主委公明星则是雨带保留 坦言这是一个挑战 接下来呢会从加强民间消费 还有公共建设投资 这两方面来做努力 这是前美军太平洋陆战队的司令 退役中将陆德 昨天是在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上头强调 亚太地区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区域 希望进一步建立我国贺阻的能力 以阻止冲突的发生 同时他也提到了 美方希望参与台湾国防自主计划 打造供应链韧性 但是他也说 上述都没有超过一中原则 或是台美关系法 第二点